我们现在在全世界学佛的人不在少数 但是真正想做释迦牟尼徒弟 真正成为一个合格的佛门弟子 这样的人并不多 什么原因 就是大家的贪嗔痴疑慢心没有放下 贪心不除 嗔恨心不除 愚痴愚昧心不除 我慢心不除 怀疑释迦牟尼关于宇宙事项 生命事项 这个的圣意 这个神圣的佛教教义的人不多 都是怀疑 只是说教 而并不知道释迦牟尼所说的 是关于生命之实相 宇宙之实相的真实教义 那么有些人入了佛门之后 没有真正的明心见性 不知道真我是谁 不知道此生最终究的目的是什么 所以是叫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 修修停停 一会儿要成佛 一会儿又要世间的明文立养 不肯放舍 这个虚幻的 不究竟 不圆满的追求 在世间追求 钱财 追求地位 追求这些实俗人 所追求的一切 这个成佛和做凡夫 是两个方向的路 没有可能你既是一个 什么都有的凡夫 又是一个真正成就的佛陀 所以大家特别要重视 你方向要选对 方向选不对 你在错误的这个方向 勇猛精简 只能背道而驰 离真正究竟圆满成佛 这个目标越来越远 今天我们要开始一堂课 什么是菩萨 什么是凡夫 一定要大家知道 对圣者有一个终究的认知 这样你才知道 此生 你要终究追求什么 要怎么去做 在释迦牟尼的教法中 有三个很重要的部分 今天大乘佛教 南传不拍佛教 显宗这个部分 丢失的特别严重 基本上是玩文字译的特别多 讲经说法 是讲经不说法 法是什么 法是成就成佛陀 成菩萨的技术方法 你只讲经不说法 只玩文字译 不能让大家见到真实译 那么这个就误导了真正学佛的人 所以随着时空点的转移 我们有必要让大家真实认知 这个成佛之路 到底是怎么一条路 所以基本上我们就用三组词来描述 一个就是空明 一个就是空色 一个是空碑